欢迎收看华侨视频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法中文化协会会长石娟 中国艺术家董一点先生 欧洲浙江华人联谊会会长张永平 三位旅法华人荣获全球公益联盟勋章 ACFC法中文化协会成立于2014年 协会成立以来致力于促进发展中法两国友谊文化以及经贸合作 会长石娟积极组织社会各界参与法中文化交流 组织大家到法国南部文化旅游 为法国接纳的难民捐助物品等公益活动 法中文化协会会长石娟 多次受法国总统亚洲事务顾问的邀请去爱丽舍宫座谈 相互探讨在法华人生活工作行业及社会等问题 也曾多次邀请法国政府官员参观华人经贸中心和华人艺术展 此次颁发全球公益联盟勋章表彰石娟 在促进融入力行慈善推广文化等方面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中国艺术家董一典荣获全球公益联盟精致勋章 表彰其在促进中法文化交流及公益事业方面所做出的贡献 董一典 1966年出生于海南三亚 李祖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 中国海南省民族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游化议委会副主任 现为法国当代艺术家协会会员 法国签约画家 2012年7月素描欧业系列参加 德国卡塞尔文献展外围展 2012年11月在广东省外国机构办事处举办董一典 不加茶风景油画展 2014年2015年连续两年赴法国参加第130届 131届巴黎大皇宫独立艺术家沙龙展 董一典热爱慈善公益事业 2005年参加百名书画艺术家扶贫活动 捐送油画港口艺服 2008年捐送油画三亚小东海 小州村郊用于四川震灾 2009年捐送图书给广西艺术学院图书馆 自2003年起 他往返中国和巴黎多次参加中法艺术交流 詹永平热心社会活动 2003年至2005年担任法国浙江同乡会会长 2016年6月成立欧洲浙江华人联议会 容任会长至今 在詹永平带领下 欧洲浙江华人联议会成立一年多迅速发展 热心捐助公益慈善事业 促进中法经贸和文化交流 搭建中欧民间友谊之桥 全球公益联盟创立于1464年 属联合国的非政府组织机构 通过推荐和评选 对世界上在人道文化艺术科学等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人 授予勋章 全球公益联盟定期为在慈善知识科学等领域 以及公民责任方面有突出表现的个人和组织授予金银同质勋章 其中金智勋章 素有世界上历史最悠久金智荣誉勋章之称 美国前总统肯尼迪 英国前首相丘吉尔 法国慈善家 皮叶神父等都曾获自殊荣 华侨视频台报道 欢迎收看华侨视频台 巴黎热恋非诚勿扰 由亚欧华侨视频台主办 为广大海外单身男女提供一个征婚 相亲交友的平台 是一个展示海外华人生活工作 兴趣爱好的平台 也是一个展示自我实现梦想的舞台 现在可以拿起手机 拨打电话或者编辑短信 0783389090 报名参加巴黎热恋非诚勿扰栏目 美丽新娘 近在巴黎新浪潮婚纱摄影 婚礼仪式录像 让您做最美的新娘 感谢华人医生 提供病专家 巴黎知识 欢迎收看华侨视频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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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